日本職棒每年春訓的時候都會到沖繩去 第一個他們的氣候跟台灣相近 不冷 台灣什麼溫度 通常沖繩就是什麼溫度 沖繩到處都是棒球場 日本本島冬天冷以外 他們這些球隊全部都會進駐到沖繩去 他們就會花錢開球場 花一筆錢整理球場 屬於自己的球場 就變成每個地方都有固定的日本職棒球隊 就使用這個地方 這是有一個棒球別墅的感覺 對 很像其實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一到春訓 所有球迷他們本島球迷 台灣球迷全部都到沖繩去 包括韓國的球員也會到沖繩去做春訓 所以他們就順便剛好打日韓交流賽 你那時候去看球 Benji他也不收門票 他們的熱身賽你可以看 所以很多日本人還有台灣人會去追 會是幾月到幾月 就維期一個月 一到二月 大概過年這個時候 那今年也有去嗎 今年疫情也有去 有啊他們沒去 有一定去 他們絕對都去那邊 是一個儀式的感覺 對因為本島太人 他既然每年都會去沖繩的話 那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儀式 大家開始打的時候 會有那個祈福啊 對啊就是祈求球隊平安啊 然後撒鹽巴啊 就跟我們過年放鞭炮感覺很像嗎 對對對 剛進球隊的菜鳥球員 他們會裝扮成那種日本的鬼怪這樣 對那學長就會對著他撒鹽巴 對 喔可以的耶 對對對 很可愛耶 就是有一個儀式啦 對那也祈求說 球隊平安順利 不要有球員受傷 如果想要看我們更多 就是講球場迷信的話 可以看我們上一集 這邊 這邊 把他調理一下 因為每個地區的球場都有不同的特色 對像 像樂天他有摩天輪啊 喔在哪裡 就在那個日本仙台球場 對他們就弄得很漂亮 就是其實蠻多球場都重新 這幾年都重新的規劃 對那你就會覺得 他們就會帶入一些遊樂設施 我跟你講厲害的來囉 東京巨蛋是不是七八十年了 對 他後面 他巨蛋後面有一個叫做後樂園 嗯 他就有雲霄飛車 蛤 對他聽說他會穿 會穿過人家百貨公司這樣 哇 欸我好像有聽過這個耶 就抱著百貨公司開 對而且聽說很可怕 對 很適合我耶 喔你敢做 我超愛做的 我不敢做我一上去我就尿尿了 後樂園的雲霄飛車就是屬於恐怖等級蠻高的 沒有人有 你不要吵我 我沒辦法 除非你多買幾件內褲給我 不 你這已經不是內褲 你應該是要直接買尿褲 先跑起 對不然的話你那時候傻到別人怎麼辦 日本球場每一個 每一隊的球場都有我們主題 屬於他們的 像東北他們就是有摩天輪 對那像西武巨蛋 他就是半顆蛋 然後他不是真的完整的一顆 他有中空 還要搞半熟蛋 對他有中空 他很像 像我們蓋子不是這樣子嗎 蓋住 那其實他是 他有一個空殼 對那他的外野就沒有座位 他就是草皮 對就很像我們台灣花蓮球場 外野是沒有座位的 他就是草皮鮮鮮的 你可以在那邊那個 滑草 滑草 你可以在那邊 野餐 對野餐的 滑草聽起來不錯啊 滑草好像沒有我沒有看過 如果有人在西武球場滑草 下次你就滑滑看 我看你會不會出事 然後滑一滑就滑到三壘 然後就 耶 等一下就拍到有個經過奔淚的朋友 有一個球場我滿想去的 對就是羅德的那個千葉海洋球場 對他跟橫斂一樣都是在海邊 對但是聽說千葉比較冷 球場後面就是海洋 但是他那個海裡面不就很多顆棒球 應該不至於任緣吧 打到海去 有去過的留言給我們 跟我們講那個球場是什麼樣子 就海面上有沒有浮很多顆棒球